因应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各展览室 主义博物馆、艺术家资料馆、虎山艺术馆等等展览 以及演艺厅因疫情三级警戒 从即日起到7月12号为止 暂期暂停开放 同时也呼吁民众做好各项防疫措施 确保个人以及他人安全 希望疫情能够早日度过 因应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各展览室 主义博物馆、艺术家资料馆、虎山艺术馆等展示及演艺厅 从即日起到7月12号为止 展览暂停开放 同时呼吁民众做好各项防疫措施 确保个人以及他人安全 希望疫情能够早日度过 我们也必须要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我们仍然延长三级的警戒 再看后续疫情的状况 我们再来做演员跟调整 至于展览室的部分 也仍然我们都暂时先往后演 再演绎后续的发展状况 在图书馆方面 虽然我们暂停对外开放 但是仍然有提供还书相的服务 民众所有还回来的书籍 都会经过我们馆员全面做消毒的工作完之后 才会再重新上架 所以未来接触的民众也可以彻底的放心 文化局表示 目前文化局一个展览室 暂停开放到7月12号 将是疫情程度 以及中央防疫指挥中心 公布正确讯息 再做滚动式调整 目前一切以防疫为优先 尽请民众做好各项防疫措施 确保个人以及他人安全 记者 陈时期南渡市采访报导